我们今天在开始授课之前 先带大家来一趟 这个线上小旅行 因为这个我们人生的幸福 当然也包含 不管是深或是新的旅行 那现在因为网络很方便 所以我们到韩国的海印寺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间道场 那你听它的名称 当然知道是跟这个华言 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寺院海印寺 它是在西元802年的时候 就已经建立了 就是它的时间有那么的长 那当然这个时候 它已经被联合国列为 这个保护的古迹 文化古迹之一 那为什么它是古迹 是因为它现在存有 就是韩国的国宝 也就是八万大藏金 那跟那个时候的历史是相关的 因为那个时候蒙古入侵 国难当头 所以为了这个齐天保佑 渡过国难 所以在西元1236年的时候 他们呢 总共经历了16年的时间 完成了这个八万大藏金 那八万大藏金 他们那个时候 是有磕在这个木头上的 那他们用的这个木材 全部都是这个南海跟聚集的红南 他们制作的方式非常特别 就是先把红南放在海水当中 放置数年 我是第一次看到说 把木头放在海水 可能是因为红南 它的这个数值特别多 我知道像那种高级的木材 像那个快木这些的 它们通常会放在 存放在这个水里面 因为如果你破漏在空气当中 它很容易就是干燥 然后就会这个破裂 它放在水里面 它反而就是可以保护它 那像这种把它放在海水里面 水里面的就是要让它去数值 数值把它这个留掉 那红南的数值非常的丰沛 所以它的制作放在水里面数年 然后再把它银干 然后这个整个16年的期间 就是祈求这个菩萨能够赶走蒙古大军 所以现在在海印寺 还有这个八千一百三十 八万一千三百四十块的 这个木板的这个经文 然后经文呢 就是内容是六七九一卷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占地 非常的这个广大 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一个 就是说在2020年的时候 现在的海印寺是韩国的潮溪中的总本山 那其实潮溪中在韩国 算是很传统的一个宗派 但是他们这几年改采非常的怎么讲 很先进 然后很接地气的一个这个宏法的方式 那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韩国战争的时候 就举办了一场这个韩国战争的这个纪念会 那时候他们南北韩战争的时候 那时候这里其实海印寺有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那时候这个北韩 他们的军队非常快速的南下 然后那时候美国就接到这个 有通报说 好像有他们的这个军队 躲藏在海印寺这一块的山区里面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这个美国总司令 就下令传达给这个南韩的空军总司令 要他轰炸这一块 那那个南韩的空军总司令 他听到他就想说 如果轰炸的话 那海印寺也不保 那就代表说海印寺里面的八万大仗金也不保 所以他就 他就抗命你知道吗 你要知道军人抗命 其实那个刑则是非常的严重的 但是他为了保护这个 韩国的这个八万大仗金 他就抗命 他就没有轰炸这一块 那也这个让 得以让这个八万大仗金能够继续保护到现在 所以他的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能够让这个佛法继续的洪传 我们也是非常的赞叹这一位这个南韩的总司令 等一下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个潮西中 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 请了那个那一年在南韩有一个歌艺比赛 歌唱比赛 那是属于他们传统的流行歌曲 他们叫南韩的演歌的流行歌曲比赛 前六年 他们在这个地方 举办了这个演唱会 那他唱了一首歌 那 其实他们蛮会选歌 因为他们选在这个传统的这个佛教的四月里面 办的这个演唱会 歌词其实是非常有意境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 那你等一下看到他们那个地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中央的广场的地方 那我们大家可以这个静下心来 我们来欣赏一下 我们来欣赏一下 你现在跟我讲一下有没有 主要是大家欣赏一下这个歌词 是大家欣赏一下 不去 如果是流行歌曲 可以有这样子的歌词 然后符合 佛教希望 这个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 省思 我觉得是蛮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人和映画 祝福 祝福 多数十多 也有希望 多数十多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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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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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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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跟她的身份 李宗盛 所以她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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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身份 Application of application of 她的身份 所以她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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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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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的身份 她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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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她的身份 她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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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 她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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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 身份 她的身份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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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身份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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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格或者是性情啊 那个是你出生就怎样 就确定了 就是有的人可能一出生 他就是动作很慢 就是很温吞这样 有的人就是这样 个性很急 那个就是属于temperament 就是他的性情啊 但是他们又觉得说 其实这个性情并不是怎样 不可改变的 by variable such as culture education and so forth 他是可以改变的 是有弹性的 这是level one 那level two的我呢 就是the second level reverse to the situational and contextual variables which affect self-centeredness and selflessness while the basic level reverse to a dominant and lasting predisposition the situational and contextual level reverse to temporary and transitory states 我们把这段认完 rather than conceiving of self-centeredness and self-selflessness as to exclusive styles of functioning we suggest that they are both present in each individual's and that tendency to adopt one or the other is largely a question of degree and depends on a large number of variables that are explored in section 4 before examining the process underlying the two types of functioning affecting self and happiness we present bo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ucture of the self and the mental processes is that underlies them 我们呢 这个部分呢 我就先带大家 我们共读到这边 之后我会请 Sophia email给大家 这篇论文 以及台湾的夏云中教授 写的这一篇 他这个是在 这个皇冠国教授 就是我之前讲的那位 他把心儒家 他认为 心理学应该要什么 在地化 因为所有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建立在 建构在西方世界 白人社会 有钱学习 我昨天给同学看到 也是 这个 美国佛教的一个 一个样态 学者的 一个省思 还有这篇 from self to non-self 这个是夏云中 教授他写的 他是用他的这个 Manda model 这个是皇冠国教授 提出的 就是说 Manda model model of self MMS 那 这两篇 我会请Sophia 传给大家 你们可以去阅读 阅读之后呢 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因为在这两篇论文里面 同时提到了这个 我跟这个无我 只是说 像在这一篇呢 他的无我的 定义啊 是指 你如果这个我 可以正常的运作 不要有所偏颇 他就是无我 听得懂吗 我那时候看这篇 也是看好几次 因为 跟 人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 在学 学了佛法 我们的很多的 认知概念 已经被framing了 就是已经被框架了 所以当你要接受 另外一个领域的 认知跟定义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 需要多敲击一下 让那个 那个frame 能够 解构 之后你才可以再接受 其他的一个诠释 这个我们等一下有时间再来讲 这个 non-self的部分 这一篇的论文 那这两篇我都会email 给大家 那大家看完之后呢 就回答我这个问题 就是今天的作业 我先给大家看 然后因为下一堂课 我们要讲 就是 正念跟打坐的议题 那是 中文说 所以我先把我们的 作业先交代一下 然后 会再email给大家 so assignment is how do you think the concept of non-self compares and constructs between psychology and Buddhism 就是 心理学跟佛教的 这个我跟我 有什么一统 所以你看心理学 它也是蛮 竭尽全力的 想要 借助佛教的 这一块 智慧的宝藏 然后可以延伸 他们心理学的 一个理论的架构 你看人家都这么 努力的在用我们 佛学的东西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他们已经应用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反学一下 就是说 那他们是 怎么个应用法 那跟我们的认知 又有什么不一样 ok so contemplate what kind of technics or strategy you might be able to use to fast the five fears Bodhisattva has already abandoned 你想一下 就是说 我们上个礼拜 两个礼拜前讲的 那个五种恐惧 对不对 那你日常生活中 在面对这五种恐惧的时候 你有什么这个 技能 方法 可以让我们自己 在日常生活当中 来面对 这个五种恐惧 这五种恐惧 已经是出地菩萨 他已经免除的 他已经免除 所以他不需要 任何technics or strategy 那是还没有登地的 这些 大家要怎么样 发展出一些 这个技能跟策略来 面对这些恐惧 好 那我们等一下下一堂课 上的内容 其实跟第二题是有关的 那我们先 这个休息 十分钟 我们等一下再 回来 那不好意思 今天会比较 晚下课 因为我 这个弄错时间 我一直以为是 就是我是十一点开始 这样 我想到你们六点 好像也是 吃饭也是不方便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先休息 十分钟 那等一下 马上就回来讲 这个打坐的部分 所以享乐主义 所谓这个 享乐主义的幸福 以及 真实的幸福 那么 这种享乐主义的幸福 一般就是 凡夫比较容易 落入两边 就是在追求快乐 以及 避免痛苦 这样子的一个 轮回当中 然后在这样的 变动当中 感受到 这个烦恼 以及痛苦 那我们从佛法的角度 讲 要怎么样 能够获得 这个真实的幸福 我们今天从这个坐禅 以及正念的角度来 跟大家说明 这是坐禅不谈 你看这个小朋友都可以 都可以打坐 好 那什么是禅 其实我这次去 这个美利坚大学发表的 这个正念 这个陈关大师 他引用瑜伽实地论里面 对于正念 就是Mindfulness的这个解释 其实是包含了指跟关的 所以其实正念 你如果能够把这个 如果能正念成就的话 他其实是包含 同时包含指关跟禅纳 这三个都包含的 好 那其实禅的定义 就包含了指关跟禅纳 指就是你的心 指移境 关就是怎样 思维修 那你能够关 但代表你的心怎样够 指尽才有办法 关键实相 好 那所以在这个 陈关大师他在注解 正念的时候 他有引用这个 法院书里面 法院书里面的一些 一个段落来讲 说如果啊 你的心跟水一样 对不对 比方说一个池塘里面 他如果水中有波纹 或者是五月有一些蚊虫 在这个水面上聚集 那你一定看不清楚 水中的月亮 他为什么看不清楚 就是因为你的心不够指信 没有 你心不够指信 就没有办法关键实相 所以必须要怎样 就是指观要并行 才有办法 那这个禁律 就是这个蝉纳 其实是同时包含的指跟观 等一下我们会来看 就是 我们的意识的运作形式 为什么需要 同时需要指观 那坐禅呢 一般就是一坐的知识 达到禅修的目的 但是你很多人就想说 那个六祖不是说 行住坐过都是禅吗 甚至像他们 这个 美国在讲 Mightfulness的时候 就会跟你讲说 也可以这个 在任何处所都可以做 就是我们讲的四威仪里面 都可以 这个做正面 但是 我觉得其实那个是不够实际的 根据 这个智者大师说 就是 只观光夫 四威仪中均可进修 没错 对不对 有人就问说 行住坐过都可以修禅 说可以修止观 为什么 我们最常听到是坐禅 对 那这个智者大师就回答说 因为呢 静的功夫胜过一切 那你要得静 当然必须要止观 对不对 那初击人就是一开始 你必须要在坐中 休息止观 教义得义 所以我们不需要讲的太 切实际 你要很清楚自己的状况 要认识自己 吃什么料子 这样 第一步做到了 我们再谈后面会比较容易 所以通常是怎样 一开始都是先在坐当中 你在坐当中呢 你的八式当中 有熏变一些静的种子之后 你在立元对静的时候 怎样 那个静的种子就可以现行 所以呢 如坐中得意后 在立元对静 皆可休息 所以要从这个现实的层面来讲 一开始 还是必须从坐中 那现在美国讲的那个Metal 是就有一点 就是 太浮夸了 那为什么我们的意识需要止观呢 因为如果你学这个 为事相关的经论 七世呢 他只做一件事 第七世他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横行思量 八式为我 所以当你的七世还没有降服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海面 这个海平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说 就是第七世跟第八世 他两个世是拒转的 除非你降服了七世 那你的海平面 如果是这个七世跟八世的时候 他会起波浪 对不对 那为什么起波浪 就是你的前六世 如果怎样 遇到外境 就是可爱的 可恨的 可撑的 他就像风一样 这个风就会鼓起 这个海平面 他就会这样起波浪 所以这个佛菩萨来看 我们的凡夫的心事 都是怎样 像海啸一样 那你说菩萨有没有 有 他有很细微 那个夜市 那个夜市 他就是 很小的这个波动 但是谁看得到 只有佛看得到 菩萨 好 那除了这个外境之外 还有什么的条件会让 这个浪变大呢 就是我们的心所法 我们的很多心所法 它是住院 是起浪的住院 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这样运作 然后无时无刻都是在起波浪的状态 因为很多这个住阴住院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打坐的好处 我常常讲就是 其实我第一堂课就有说 就是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好处 什么打坐的好处 这个正念的好处 你要知道 今天正念能够在美国这么的 这么的变主流 融入主流 也是因为这个脑神经科学的 很多数据的研究 发现它对我们人的身心健康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是有注意的 那很多像这个智者大师 或是经典里面 佛菩萨也是 他都跟你讲说 你行时波浪蜜啊 行时善啊 会有什么什么利益 这样我们才有动力 对不对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智者大师 他的哥哥叫做成真 他是中军参将 结果他有一天到40岁的时候 在路上 走在路上遇到一个仙人 叫做张国老 这个张国老就看着他 跟他说 哇 我看你的面相 你的阳寿已经到了 大概一个月以内 一定会往生 如果你走在路上 有一个人看着你 跟你这样讲 你心里作何感想 这个成真听到就悚然 突然想到 这个时候就想到 他有一个出家的弟弟 然后就去请教他 然后这个智者大师就跟他说 如听无言修持 则可得念 成真愿受教 所以他就教他 很简要的教他 小指丸 命修指观功夫 他用命 于是呢 就命令 那这个成真就尊医 当你面对这个 生死课题的时候 就会很听话 乖乖吃药 切实修持 欲年又逢张国老 就隔年又遇到张国老 在国老看到他吓一跳 说啊 你怎么还没死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 长生不死的药啊 然后这个成真说 不是 是我的弟弟智者 他教我修指观作才 那是张国老 哇 佛法这不可思议 能起死毁生啊 非常的稀有 经过数年之后 这个成真就梦到一座天宫 那这个天宫上面 有个这个 这个名牌 上面写的这个成真之堂 那十五年后生死 天宫当中 果然 这成真十五年之后 就亡生的时候 是结家辅佐 安详而逝 是知词 直观者 智者大师 为俗兄 成真所说也 这个就是 从这个 天台中的这个智者大师 他们讲这个 修炼 直观的好处 就是可以延长寿命 我们说 哇 好神奇哦 不会 不会神奇 因为在2009年的时候 得到这个诺贝尔奖的 这个伊丽莎白布莱克 他呢 发现抗老的这个端利酶 就是在 RNA上面有端利 然后他就去研究 这个端利的长短 跟你那个正念 的比例关系 他发现你越抹在当下 你的端利越长 端利越长 寿命就越长 所以就 到2009年的时候 从科学的这个角度 科学的实证的 这个数据发现 为什么陈真可以延长寿命 他 发现他的这个科学的 这个数据的根据 就是跟你讲 而且他得到诺贝尔奖 你呢 活在当下程度 怎样越高 端利就越长 但是人类的想法 跟情绪呢 尤其是不断的担忧未来 跟一个强迫性的 反处不亡 的想法 会加速我们老化 所谓的活在当下 就是怎样 你不会当心 未来 也不用反俗过去 那如果没有这两个 你就怎样 好好的活在这个 三分之一的当下当中 那说明就可以延长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 打错 我不知道线上的同学 有没有学过我们 学这个七支做法 然后那也是这个 这大魔祖师 他在 那个松山面壁 就有年 他的这个做法 那经典里面记载 主要就是 七支就是有这七个要点 打错七个要点 包含你的腿 怎么盘 手印怎么结 眼睛 耳 尺 舌 跟你的背脊 好 那这个是 呃成佛的工具 就是需要上下补团 那如果你没有下补团 的话就是会痛 呃 很多人去参加密集 禅修之后就会很明确的 这个体会到 这个禅修的好处 那我们平常在上什么 四大地水火风啊 对我们而言只是这个 字面上的意义 但是如果你一旦去密集 禅修之后 你可以很 很清晰 很明晰的去感受到 你的色身 以及外在环境的 地水火风 它是什么变动的 跟食物之间的这个 插入性的互动 其实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 那你看他做这个样子 就像电池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禅修 就算没有你在家里做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种充电 充电 我们 我们的色身用了几十年了 对不对 快没电了 所以就是通过这个打坐 我们这个进行充电 好 那这个上补团 就是符合人体工学 如果没有的话 比较容易睡着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有些他双盘的人 他没有他没有这个上补团 他比较容易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做久了之后 你要看自己的那个当下的状况 可以做一些调整没关系 不过一开始我们都还是要有这个上补团 他可以帮助我们把背脊挺直 好 如果没有这个你会容易分成 然后呢要注意就是说打坐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条毛巾 像夏天比较热的时候 这个毛巾就薄一点 但是一定要盖 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你打坐的时候全身细胞是打开的 好 那你如果膝盖的地方没有保护 他很容易受寒 好 那有的人他就是铁齿啊 好 我就盖 好 不盖之后膝盖就会容易受这个风寒 好 所以嗯 就是要准备 然后盖 那这个双子 这个就是属于双盘 就是你的脚背放在大腿上 这双盘 那如果只有一只脚背在大腿上就是单盘 那如果说哇我的筋骨很硬哦 其实我现在在讲你们在你们的座位上能够坐了就可以失作了 可以坐坐看 不行没关系就散盘 散盘就是你的这个脚踝能够接触到就好了 不一定要把这个脚背放在大腿上 就散盘 所以不管什么知识 我现在跟大家讲 就是说你只要放轻松 你的心只要能够安稳 任何知识都是好的 不管是双盘 单盘还是散盘 不要太勉强 好 那法界定义这个左上右下 因为左手代表理性 右手代表情感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用这个法界定义 左上右下 那你说佛像 佛像他就反过来 那你成修就是修行到一定的定静 你自然而然你的手一定会改过来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就是左上右下 那你的这个拇指 两个拇指要亲底 所以平常这个大拇指要减短 指甲要减短 才有办法亲触 亲触 不要用力 那做的唯一的要求就是放轻松 那这样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坐在椅子上 对不对 也可以坐 那坐大宗交通工具或在公司上班休息的时候 但是这个就是脚踝要交叉 脚踝也要交叉 这个照片里面没有啦 只是标准一点的话脚踝也要交叉 那你如果坐大宗交通工具就会晃动 对不对 你如果解法界定音那个手印容易松散 你就是这样子接起来 食指交叉 一样最重要的是你的拇指能够接触到 这样就可以了 你如果用打坐的方式来补充体力 其实速度非常快 所以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 像我们去上海跟Walmart 跟Target他们谈生意哦 我回那个饭店 我都会先打坐 打坐款这个体力补充 电池充满的时候再去跟他们协商 打坐是很快的补充体力的方法 那打坐时间点就是你太饿太饱 情绪起伏太大 打雷不要坐 因为会容易被吓到 情绪起伏太大也不适合坐 电话先要拔掉 手机现在就是要调静音啊 连震动都不行 因为会被吓到 灯哦 灯不要放在后方 打坐的时候灯不要放在后方 因为放在后方的话 那个意志会投射在你的墙壁上 你会被吓一跳 真的有人会被吓一跳 你现在可能觉得很好笑 但是当你被吓到的时候就知道 啊我们都是面壁坐 就是跟达蒙主是一样 面壁坐 有一个人他就是那时候天气人 他把那个 就是大条的这个围巾围在头上 结果他就突然眼睛张开就看到 哎怎么墙壁有人正观世 就是他自己围巾围在头上 然后就佛射到脸上 然后自己被吓一跳这样子 好那这个就是 目前美国他很特别的 就是说他的佛教的传入 跟心理学一直都是很密切的 同鬼并行 这是美国佛教一个很主要的特色 那这个是一个人他的记载 他说他听到 无意间听到一个这个临床心理学家 跟一位这个亚洲禅修教师的对话 那他们那时候是在讨论厌食症患者 各自诊治的方法 那这个禅修老师 他是第一次到美国 然后就听到这个临床心理师 在描述这个高困难的个案的时候 他就非常感兴趣 然后他们两个就进行这个交流 这个禅师是来自于缅甸 就是Deravada的系统 目前在美国南船也是蛮风行 就是汉船比较弱 现在就是藏船跟汉船 还有就是产 那这个我们这个汉船佛教 比较没有被这个白种人所 就是意理上跟实修上 比较没有被他们所吸收 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地方 那他的他在缅甸有个禅修中心 他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但这个女性他的问题是 他长期失眠 那他已经怎样 所有的方法都骗学了 结果没办法 他就想说那我来学 看看冥想就是打坐 看看能不能够让他比较好睡 这样子 就在旁边的人就听到 就问这个禅师说 那你有没有教他 结果呢 这个禅师说没有 我没有教他 然后呢 他就说呢 因为在这个六个礼拜 他呢 这个禅师呢 就让这位女众每天来抱怨 抱怨她的老公 小孩 双亲 跟生活的种种不公 他几乎就是在听 然后也跟他说一些话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疗程的第一部分 是经有人际关系的形式来导入 先让他抒发啦 就是一般人他可能来接触佛法 他有他生命的一些困顿 那这个困顿 我们要先帮他舒缓之后 我们再把它导入到 所谓的这个生死解脱的这个道路 那这个禅师也是一样 他一开始先解他那个人际关系的解 怎么解呢 听他讲 听他抱怨 因为没人听他讲 对不对 所以现在人 现代人都是 有话没话说 有嘴没要求 台语啦 就是说 你有话没有地方讲 有嘴巴但是叫不出来 这是当代社会的一个 写实的样态 所以他去他就听他说 然后之后呢 他宣泄完了 对不对 六个礼拜让他宣泄 他就鼓励他去睡 结果他一开始呢 很短的时间里面呢 他就把他原本的睡眠时间 四个小时拉长到十八个小时 那他就觉得他睡饱了嘛 对不对 他又再来找这个禅师说 我睡够了 我要再来学习禅修 结果这个禅师呢 他的回答又在令我再度惊讶 因为他又说 不别修内观 那有太多骨恼 他觉得他还不到时候啦 先不要一开始就修内观 其实他首先需要的是 从心里的烦躁中 得到舒缓跟平静 以得到一些幸福跟喜悦感 因为如果 他现在内心还很烦躁 你让他修内观的话 如果你打坐过你就知道 坐在那边 很多就是说你生命一些 很强烈的画面 他会不断出现 如果你内心很烦躁 你没有办法去相互他的时候 你坐不住 然后会很痛苦 所以他就跟他讲说 如果呢 你没有从心里的烦躁 解脱出来的话 你就让他修内观 他会看到 个人的心败人哭 然后整个身心 都是处于什么 变动的状态 并且苦恼也有所关联 就越坐越坐不住啊 所以他就说 那你一开始不要修内观 你先鼠息 所以一开始是先鼠息 是让我们的心专一 在你的呼吸上 对不对 那鼠息一开始是在数字上 这个一开始先鼠 随 有没有 所以是在数字上 然后在随呼吸 那我知道很多在法古山 修行 他们很多 一开始是没有教大座的 一开始先教 观呼吸 就是安纳波纳 但是我听很多学员跟我讲 他们到现在都还是停留在 就是鼠息上 鼠息就是把你的注意力 放在数字上 还没有 还没有把注意力放在 就是随着呼吸上 那他教完之后呢 他慢慢就从18个小时 因为他已经能量饱满了 知道吗 透过数息 然后之后呢 他的心透过数息 平静了之后 他再教他转修内观 然后呢 直接体会到他们的极端 无常性 败坏性 无我性 无常性就是无常嘛 败坏就是苦啊 苦就是逼迫败坏性 还有无我 所以就是体会到 透过内观体会到 世间一切万法的什么 无常 我我 然后他后来正道出谷了 这个是这位禅师讲的 那我们这些 至于他的国位 我们就参考就好了 从此他再也没有失眠过 这个是台湾的一个中医师 他分享的 在他的FB上 他说他每次看到他的病人 来找他看病 他就说呢 他看着这些病人 感觉呢 心不安稳 病无从之 所以他看诊的时候 不是看病 首先看到一段混乱 所以 代表这个心 这个中医师他的心怎样 比较安稳 所以他看到对方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样 哇对方很混乱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 这个作产的好处 那 正念在美国 能够那么的流行 主要就是脑神经科学的 脑科学的推波主栏 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讲这个 TED的实验 这个其实这个 这个TED的演讲已经很久了 那最 我先跟大家分心 分享一下 就是最新这个脑科学 他们其实 在研究人为什么会生气 但是大家没有共识 就是 脑神经科学 试着去用这个脑科学的角度 来解释 人为什么会生气 后来他们实在是 没有答案 然后就只能用什么 哇 这个 南韩有一个脑神经科学的 教授 他就说 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这一只是什么 狗 对不对 你看他怎样 很激动的狂吠 他很生气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会生气 跟我们 跟我们上一堂课讲 在恐惧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恐惧 因为他觉得这样 他没有办法掌控 很多的情况 他没办法掌控 所以他恐惧 所以就用生气的方式来展现 那我们相对来看这一只 他很安稳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狮子可以这样 因为他觉得 所有的情况 他都可以掌控 对不对 其实我们 佛教学的就是什么 你把你的心掌控好 就可以免去什么 恐惧 以及怎样 用这种生气愤怒的方式来回应 来回应 所以这是脑科学的解释 他就这样解释 他就用这个狗跟狮子来解释 说为什么人会生气 是因为怎样 对外在环境无法控制感到恐惧 所以生气 那另外呢 他在 他在 现在 韩国他们比较特别的 就是说 他们很多的这个科学家都会 科学家 或者是 学术界的这些教授 他们都会上那个周一节目 我觉得很好啊 就是有点那是科普的道理 把科学普遍化 然后让人民能够 就是很轻易的 用很白话的语言 让他们 懂得一些 这个科学的原理原则 然后他就问这些 他上节目就问这些艺人说 你们回想一下 你们这辈子对谁生气的次数最多 结果所有人都回答 谁你知道吗 母亲 自己的母亲 然后他就讲说 这个脑神经科学家 就是教授说 对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他就讲说 因为 以脑神经科学来讲 你认知我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部分 在大脑的这个部位 跟你认知你的父母亲 是同样一个地方 就是自我认知的部位 跟你认知你的父母亲 是同样的地方 所以其实亲子关系就是这样 当对方不听话的时候 你就会生气 因为是你自己 不听自己的话 这很有趣啊 他们用脑神经科学来解释 你认知自己的地方 跟你认知你的父母亲 是同样一个地方 在大脑是同样一个地方 所以当对方不如你意的时候 你就会生气 气自己 当然最近我听到 另外一个脑神经科学专家 他也是用一样的原理原则 他甚至讲说 你认知自己的地方 是 就是认知他人的地方 他就扩大了 就是不只是认知双亲 所以他就说 因为是同一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当你能够自我尊重的时候 你也可以尊重大人 所以他就用脑神经科学来解释说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一些 就是对人不尊重的人 就是对别人很 很轻易 很随便的对待的人 其实 因为他认知自己 跟认知别人 都是同一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推论就是说 其实他们 对自己也是很不尊重 才会对别人不尊重 那这个就是脑神经科学的 这是最新的 最近的 这个 应究的结果 那关于座谈的好说呢 脑神经科学 就是有一位女性科学家 他写这个的时候 就他带动了这个 正念或者是坐禅 在美国的一个身险 因为他这个 这个paper 他被刊登在美国 这个一流的 这个脑神经科学的期刊当中 那他一开始 为什么 对这个有兴趣 因为他就是 他很喜欢跑步 然后他 就是受伤 然后受伤他去看那个骨科 骨科医师就跟他说 你可能这辈子都不能跑了 然后他就是觉得很生气 然后又很气馁 但是又很想要 很不想相信遇上的话 然后他就走出诊所 就看到诊所贴了一张 瑜伽的海报 然后瑜伽就说 啊你去练习啊 会有什么什么什么好处 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你知道科学家吗 他说啊对啦对啦对啦 他就觉得是安慰剂 他觉得 坐禅或是正念 其实就是安慰剂的道理 但是他实际去这个参加这个瑜伽 以及这个正念训练之后发现 哎他怎么觉得真的自己好像 就比较有慈悲心了这样 然后因为他是科学家嘛 本人就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 这个正念的训练 跟脑神经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 就是职业病啦 他因为他是脑神经科学家嘛 所以他就呢第一次实验 他觉得大脑的咳嗽性是三个月 他的那个 依据就是说 他们那个玩那个 那叫什么跳玩 就是 马戏团不是那个杂耍 玩那个球 那你这个训练了大概三个月之后 连接到手部的大脑的那个地方 他会变得非常的火药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大脑的可塑性需要去经过 就是八周到三个月 那因为他第一次实验嘛 他比较保守 所以就把时间拉到三个月 然后呢 他就在报纸上面征询 有禅修经验的人 然后他们要签约的 要做这个实验要签约 就是他可能就是规定说 你一定要做多少时间 然后要维持三个月 然后呢 时间结到之后 他就帮你 大脑那边贴很多那个仪器嘛 然后就观察 就发现说 哇 50岁的这个大脑迪失诚 经过这个残修三个月 他的大脑迪失诚 测起来只有25岁 然后呢 相对的这些人 比较快乐跟真相 然后就把这样子的科学的数据呢 就把它整理起来 就发表了 我刚刚讲了 就是那个有名的期刊 第一流的期刊 然后就被其他科学家挑战 说哇 你找的实验对象 这本身就是怎样 会不会本身残修的人 因为他是找 已经有残修经验的人嘛 是不是这些人本身 大脑就比较怪异 或者是素食的生活习惯 导致他的大脑迪失诚 跟别人不一样 科学学家我觉得他们很好的地方 是他马上就接受 马上就接受别人的挑战 不会就是觉得好像别人在批判你 他就马上接受 然后呢 他就做了第二次实验 第二次实验 他就在报纸上刊登 找那个波士顿 在波士顿找 完全没有残修经验的人 时间缩短成八周 结果实验结束发现说 这些人的慈悲心以及什么 我们知道性人和 他是负责我们的什么 抗压 以及 你是不是会感到焦虑 生气 压力 是性人和 发现这些人的 透过八周的训练 参作训练之后 性人和都变小了 性人和变小代表什么 抗压心 增加 所以呢 这些科学家 其实他们之前 是用老鼠做实验的 就是你把老鼠 饿个几天 他的性人和就变很大 因为你要知道动物 他唯一的压力 来自于生存 就是那个 生死的那个压迫 那你不给他吃 就是威胁到他的生命嘛 对不对 所以他的性人和就很大 然后像这么 其实 你家如果养宠物 像那个很敏感那种动物 通常性人和都比较大 像有些小心犬 有没有 就很敏感那种动物 他的性人和都比较大 他抗压性其实很低 那透过打坐呢 他的性人和会变小 性人和一旦变小 代表抗压力增加 这个也是 这个 Davidson 他非常有名 然后他也是 他是跟这个 上传 就是我们刚刚念的那个 Mathieu Ricard 他们合作 他们一开始 要研究这个脑神经科学 跟这个正经的关系的时候 他们是把以前的仪器都很大 直接运到尼泊尔的山上 然后去测那些喇叭 他们打坐 那个频率是 很高级的频率 阿法波 那他后来就做了另外一个实验了 就是 有这个 牛皮险的患者 把他分成实验组跟对照组 对照组呢 就只有单纯的接受什么 光线疗法 那实验组呢 就是除了物理性的光线疗法之外 还要搭配什么 打坐 正念 减压 正念减压 其实 阿法经的正念减压 是维持打坐姿势 就是我们刚刚教的那个打坐姿势 来训练正念 正念减压其实 还蛮严格的 相较于其他的正念 那这些 这个牛皮险患者呢 他治愈的速度呢 比只单纯接受光线疗法快四倍 那另外一个实验就是 一样实验组跟对照组 对照组就是只有打疫苗 流感疫苗 那实验组呢 要接受正念训练 以及打流感疫苗 后来发现呢 这个实验组呢 就是加了这个正念训练的人 他们打了这个流感疫苗的抗体 明显的比 没有受正念训练的员工要高很多 那你就知道 为什么正念在美国这么红 因为这样不断的 有这些科学数据 来显示正念的一些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他也会影响到 你的生理上的这个抗体 以及怎样 你的病程可以加速这个痊愈 那他们做这个实验 当然在美国就正念会变成 一般被认为就是第三波的佛教的运动 就是这样 因为有这些脑神经科学 跟这些科学家的这些推波助澜 那这个是科学 也是在美国很有名的期刊嘛 对不对 在2010年的时候 刊登的 他说呢 不像其他动物 人类花很多时间 思索不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 对不对 我们现在在上课 那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心会不会是想说 我等一下要吃什么 或者是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让你觉得很快乐或很不开心 所以其实我们人花很多时间 在当下之外的三分之二的未来和过去 那这个也许根本不会发生的未来事情 其实呢 就是不受刺激所左右的思想 与飘移不定的心 都是人类大脑内建的模式 那就是透过正念会之打坐 能够怎样 逆向操作 能够让我们的心不要再飘移 然后不会受到这个刺激的影响 那这个是哈佛商业评论 这个期刊里面一样讲到 就是说呢 飘移不定的心 会让人们更不快乐 尤其是飘到不开心 或者忠心者想法的时候 那甚至他们就结论说 不管人们在做什么呢 飘移不定的心都比专注的心快乐 所以我们今天上的课是幸福学 对不对 那就是一个结论就是跟我们说 你的心要越直径 越容易快乐 那个是属于那种很平静 很宁静的乐 而不是那种这个情绪上的 活动的这个快乐及痛苦 所以日常生活计划应该问自己 我今天打算怎么对待我这颗心 好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讲这个认知行为疗法 然后今天又讲这个性人和 所以我们就来带这个性文 张姓公车司机呢 行经时排二段 好意提醒乘客 公车在动啊 人不要动啊 但是这个有一个老伯婆 她就执意要刷卡 结果这个司机就暴怒 停在路边要这个老婆下车 接下来更夸张 她就以要修车为由 把所有的乘客都赶下去 那这个老婆就不甘事 就报警 那这个司机就故意抢 你不要走 你不是很勇敢吗 结果就过站不让他下车 这个司机就被判了 就是认为乘客有权力下车 司机故意不靠站 就被判处 这个居以五十日 罚金五万 所以就是我们人的那个情绪的变化 他本来是好意 对不对 他怕这个行车当中 这个老伯伯站起来会跌倒 所以原本是好意 然后暴怒 都呛行 他最后又攻击 为什么会失控呢 他就是用脑神经科学来解释 这个是胜利的一场不可避免的轮迹 就是当你没有压力的时候 开车他没有刺激嘛 那个老婆对那个司机也就是一个刺激 没有刺激没有压力的时候 他就正常运作 有刺激的时候就要看你那个信任何 我看那个司机平常可能压力蛮大 所以那个信任何可能就是蛮大的 抗压性比较低 很容易怎样 焦躁 那我们训练这个念柱 像他那个正念紧压法 就是第一步先扫描身体 扫描身体就是什么 深念柱 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身体上 他那个正念紧压法第一堂课 就是叫你要带一个瑜伽垫 然后呢 他那个方法就是说 先从你的头开骨 顶开骨开始观想起 然后放松 然后其他的这个脑骨也都放松 然后到脑子全身扫描 然后就很多人就在身体扫描的时候睡着 原本睡不着的 所以训练念柱 我们坐禅或是正念 其实就是一种超然而接纳的态度 这样就是中道 那因为这个接纳的态度就避开了压抑跟反应 有没有刚刚讲的 那个hedonic happiness 就是那种享乐主义的 他就是 他的那种这个brushing的这个happiness 这种变动的我就是在什么 在压抑跟反应当中做 这个反应 那如果你可以正念的话 你就可以不需要只有 就不需要这两种反应 你不是either是压抑 or反应 反应就是攻击啊 就好像刚刚那公车司机一样 所以我们人一般在理想生活当中 你遇到外来的刺激stimulate 就是两种反应 一种是采取压抑 一种是采取什么 攻击 那压抑就是躲避 逃避 或者攻击 就这两种而已 那如果 透过训练 作禅 或是正念 我们就是会保持一种超然的接纳 这个就是 脑科学他们 证明出来的这个念著的益处 你的身体调节 沟通和谐 情感平衡 思考跟有弹性 会有具有病适感这些的 这个是因为我那时候上 一个 台湾的一个比丘尼的团体 他们 请了一个精神科医生来上课 这个精神科医 他本身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他对佛法非常的有信心 那他也很想要把正念 导入到他的医院 所以他就用自己做实验 然后用自己医院的仪器 做出数据 然后他希望用这个数据 来说服他们的院长 让他能够在医院推广正念 那他自己的这个测验 就是去检视自己的这个 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 我们知道人在 你在很就是很集中在做事情 很有压力 很焦躁的情况下 你的交感神经运动会非常的 频繁 那副交感就躲起来 他就在做这个实验 他就是在证明说 透过正念 能够让你的交感跟副交感 达到一个很均衡的状态 均衡的状态下就是你不会焦虑 但是你依然可以这样 很平稳的处理事情 所以他自己就是利用自己 因为你要知道他是精神医生 会去到精神病院的 通常就是 就是一些很极端 很负面的案例 对不对 所以他通常工作后休息15分钟 那个状态 就是这样 就是刚工作完 对不对 他的这个 交感跟副交感是怎样 你可以看到他的交感神经 怎样 运动的非常活络 因为他刚工作完 他还在想 满脑都在想说 那个个案我要怎么处理 所以那个大脑是属于很活络 然后交感神经 属于很 这个运动频繁的状态 也就是说 比较处理焦虑的样态 然后副交感神经很少 对不对 他就开始训练正念5分钟 你可以发现 只要5分钟 正念5分钟 就是你打坐5分钟 你的副交感神经就怎样 就开始活络回来了 这个是正念15分钟 他说自己比较没有修 所以他可能正念15分钟 在那个15分钟过程 5分钟过后 他又开始 又开始可能要想东想西的 又在想他的个案要怎么处理 所以他的这个交感神经 又活络了起来 好 那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案例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叫做13 lives 他是很有名的 好像在几年前 在泰国的一个睡美人洞 好 那睡美人洞 其实就是那个中炉石 的一个造型 他在山里面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观光景点 但是你要知道像东南亚他们都有雨季 然后那个雨季一来 他是不会停的 然后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 而且在全世界非常有 因为这是一个足球教练 带着他的这个足球队员 大概是中学生嘛 12的足球队员 他们在练习完之后 就进入到这个睡美人洞 结果就无预警的 没雨提早来到 然后就下雨他们就被困在里面 那这个救援为什么那么困难 是因为你要知道中主石很尖锐 对不对 然后你要想象那个洞穴 水是满的 然后救援人员要在那个尖锐的 这个石头的这个地形里面 要游到很长 但那个洞穴非常长 所以他是非常有名的观光景 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自然的美景 非常难得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救援非常快 后来他们 泰国政府就是 他们的那个 那是海军陆战队就进去救 但是没有办法 他们就征求全世界的 这个救援的义工 这部电影是英国拍的 为什么 因为把他们救出来的是 英国的业余的 业余的潜水的团队 那为什么他们能够因为他们曾经 他们也是全世界曾经唯一就是有进行过那个洞穴救援的 所以他就觉得他应该比其他的那些军人虽然是 呃就是海军陆战队他们很会潜水对不对 但是他们没有进行过洞穴救援 那那个困难程度就是说 比方说他们进去第一次没有救到就出来了 然后反而遇到一些 就是进去要帮忙把水 抽出来的工作人员被困在里面 然后他要帮助他们出来 要帮他们带那个潜水的用具出来 结果那个人因为没有潜过水 在水里面非常的巩俱 就差点出事 那你就知道这个救援困难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 那个地形很难找到他们 第二个 就算找到了 不好把他们带出来 因为大家都没有受过潜水训练嘛 然后那个地形这么的艰难 那就以这个被救出来那个人 其实在半路差点就是 因为这慌张 人一慌张的时候 他就想扯东扯西 然后他可能就是 抢气面罩会被扯掉这样 那一个人差点出事 所以到十几天的时候 他们一直都救不到这几个人 后来呢 是这个英国人 他就是 那其实他那一次进去的时候 他本来预期是自己会找到尸体 结果他发现他们都还活着 后来他们有上新闻 这些学生就说 这些队员就说 他们为什么可以活着 是因为这个教练教他们打坐 这个教练是在 他是孤儿 他是在这个被寺院 等于是收养 小沙米亚这样讲 然后他在寺院里面有学打坐 所以在那个情境下 他就教所有队员打坐 因为打坐可以把你的生理机能 关到最低 用量最低 所以他们后来就出来讲说 他们能够活下来是因为 他们的教练教他们打坐 那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看 因为这个泰国政府一直到一年后才敢宣布 他们的救援方法 因为很争议 非常具争议性 因为这个英国的队员他其实很想把他们救出来 但是那个难度太高 因为他们都没有学过潜水 他跟第一个那个一样菜顶往生 后来他就突然想到他们的队员里面有一位是麻醉医生 你现在懂我意思吗 就是他觉得如果带一个活人出来 太困难 要想像带一个物件出来 养活容易一点 他们就请那个麻醉医生 就是麻醉相当的剂量 让他们其实就是陷入就是昏迷的状态 然后像带东西一样把他们带出来 这样他们才活得下来 所以为什么泰国政府到一年才敢宣布他们的救援 人的实际的行动 就是因为这个救援方式太争议 不过那个时候没有其他方法 那就是他的救援难度有多高 主要就是跟大家讲说 他们能够活下来 主要 其实他进去本来真的觉得是找到尸体 但是他们能够活下 真的是因为就是这个教练教他们这个工作 好 所以什么是正念呢 我们刚刚教的七支做法 对不对 那当你在做的时候 一定会有很多念头嘛 那你的心飘逸的时候呢 你要很温和的 不要责备自己哦 温和的把它带回来 好 刚刚打坐的时候 你的专注力放在你的眼睛八分闭 对不对 眼睛八分闭的时候 你的眼前所看的那一点上面 放轻松看 不要用力看 用力看会动机眼 就放轻松 好 所以 当你的念头跑掉的时候 你要很温和的 你觉察到是很温和的 把它带 带回来 就是你眼睛 眼前所看的那一点上面 所以正念是一种觉察 它是一种刻意的 其实这边刻意 也代表什么 有作意 这个为事里面有个心所 叫做意 其实刚刚在讲正向心理学的时候 他们有讲什么 你要很刻意的问自己 正向的问题 或者是你在问问题的时候 你的注意力都会在上面 那个注意力就是作意 就是这个作意心所的功能 所以你必须要用你的作意心所 然后呢 非评价的专注在你 当下的每个瞬间 就是不要去评价你自己的念头 好 这个上次有讲过了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另外的 就是 其实啊 你要进行这种心理疗程 都必须要有正念 因为你的心理必须要有耻 你才会观察到说 原来我某一个念头 某个认知是错误的 昨天我上 我学院的课有一个同学 也是问我就是 认知行为疗法 跟佛教之间的关系 那今天课程时间关系 我就不多说了 主要是跟大家讲这个 这个是那位精神科医生 他分享的 他的朋友有一天打电话给他 就是很气 因为他这个朋友 是一位流浪教师 现在因为少子化 那全世界很多流浪教师 所谓流浪教师 他不是正职的 他就是兼职的老师 那哪里有缺 他就去哪里 所以台湾就称这样子的教职员 叫做流浪教师 然后他的这个朋友呢 有一天就遇到 就多年未见的同学 在见面的时候 他突然跟我说 嗨同学 你还在流浪啊 然后他因为他这样讲 他就变得很欲卒 那很欲卒就想到 他的同学是精神科医生 他打电话给他 这样子 然后呢 他就说 他就用这个认知行为来法分析 A是事件 事件就是 他遇到他有朋友 那那个同学呢 跟他说 你还在流浪啊 结果就是他这样 好欲卒 那他为什么欲卒 是因为他有一个信念 他相信自己真的还在流浪 流浪是一个怎样 是一个负面的词 所以他就跟他对谈过程当中 就是用这个认知行为疗法 批判他的认知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 重点就是这个医生 这些人可以很有趣 他晚上就做梦 他梦到他上完课 走过一个公园 遇到一个法师 那个法师突然跟他说 你还在流浪啊 那他似乎有点懂这个意思 他就蠢蠢在原地 然后就醒来 然后这个精神科医生 他的形容就是说 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而且是半天 他去上班了 面对患者 他内心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因为他 他前天晚上梦到那个法师 跟他说 你还在流浪啊 这是什么 你还在三界里面流浪 还在三界里面流浪 他就觉得哇 好仇灿啊 这个是永关堂的回首阿弥陀佛 这个是永关堂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京都的永关堂 他呢 有全世界唯一一尊 是像这样 转头的阿弥陀佛 那他之后呢 就请一个这个木雕师 把他雕出来 如果你确实去过永关堂 其实这一尊佛像很小 那他是第七任住持 在他五十岁的时候 有一天永关法师呢 就在这个佛堂里面做早课 一路念经 修波尔三昧 然后就绕着这个佛像而行 就在先入禅定的时候 就看到阿弥陀佛呢 从这个须弥坛上走下来 然后呢 跟他并肩而行一起念佛 然后看着这一幕 就惊讶的留在原地 本来应该要精神 继续往前走 对不对 然后阿弥陀佛就回首跟他说 永关 你太慢了哦 然后当他回过城来 就发现他还是回到这个 这个呢 墩上 太慢了就是这样 人家都已经成佛了 我们还在这里躊躇啊 这个是永关堂的 这个回首阿弥陀佛 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 仿佛看到阿弥陀佛在勾 他说 摩摩摩 你太慢了哦 还在三界里面流浪 还有什么好躊躇的 三界里面有什么 值得我们留恋的 所以他在那里面 就做了一首诗叫做 父母皆为儿女之啊 如来度师 一如师 你要知道 释迦这些佛菩萨就跟父母一样 不断的来跟众生同事行 就是喂什么 喂众生吃 但是这个其实是他的悲心 所以呢 如来度师就跟父母一样 那所有的一切众生都是他的儿女 众生一去都忘返 转得头来师几时 所以他这个就是回首阿弥陀佛 他这个永关 他就为了他这个梦境 做了一首诗 好 那这个是正念减压法的其中一位很有名 在美国很有名的讲师 然后他 他在带这个正念的 他有一本书专门都是在写 他带正念的这个这些过程 然后他就说呢 他有一天早上呢 开车上班途中呢 调到这个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有成间话题节目 然后就提到说 在芝加哥呢 有一间大型又婆夫生育的博物馆 筹错了很多钱 要办一场给失能艺术家的展览 就是disabled 就是可能是身心失能 那他们广发了百张以上的英雄铁 结果没有人回复要参加 他们就想不到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家就很担心啊 很紧张 因为你给人家募那么多钱 就没有一个艺术家要参加这个展览 最后这个馆长跟董事就决定 要好好的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答案就很明显 因为他们发现 原来没有任何一位有成就的艺术家 想要参加名为失能的展览 谁要承认自己失能 其实这样的邀请也很没有礼貌 对不对 尤其许多人的作品都已经在国外展出过了 所以在积极游说与口中下 一位这个残障失能的知名艺术家 终于同意参加 那此例一开 大家就更近 所以很快就额满 那他这个过程 他那一天里面 他那个作品里面就记载了一些作品 展出了艺术笔 那我这边只分享一个印象很深刻的 那创作者他本身高大强壮 但是他只有一只脚 因为这个雕刻师他多年前失去了一条顿 因为身体的关系没有办法穿意识 所以他就持续以单脚创作 记者就询问他 你现在创作跟以前有两只脚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啊 雕刻师就以沉稳的清晰的口口回答说 这就是我现在做的很正常 没有什么不同 那这个雕刻家呢 他就获邀把他的作品放在这个重大展览的中心位置 据说他的作品是以大理石为食材 标硕了一个完美无瑕又光亮无比的球体之后 他完成了这个大理石的球体之后 他竟然把这个作品打碎 打碎的时候那个碎掉的部分呢 他就用什么酸子金属扣件各式的这个粘胶 一片一片的复原 那现在这个充满碎片的作品 注立在博物馆展览的中心位置 他那个博物馆在美国的中心位置 他那个作品的名称叫做 支离破碎 却依然完整绝 你想象吗 他原本的艺术作品是一个很光滑的大理石的球体 他把它打碎之后 用一些碎片把它铺满 这是每一个人生命故事 因为你要知道他带这个正念解压法去的人 去他那个工作室 每一个人基本上身心都是支离破碎的 所以他就把这个故事 把这个作品分享给那一天来上正念解压法的学员 那这些学员们呢 听完这个故事 那个作品的名称就一直回荡在他们脑海中 叫做支离破碎 却依然完美不缺 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你会遇到很多的挫败 很多的 打击我们的重大打击事件 可能是 生理死别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内心那个佛性 依然是完整无缺的 像DBT就是变身行为疗法的林奈亚 他在他的治疗方法当中 有导入佛性的概念 我觉得跟这个很像 就是当一个人 经过这个生命 生活当中很多的这个摧残 那你感觉自己是支离破碎的时候 你依然相信 自己因为有这个佛性 所以依然是完整无缺的 然后你就这个信心 有这个信念 继续把你人生的道路走圆满 所以这个故事 传递就是勇猛 宽容 慈悲 这句话就胜过千言万 你要记得 尽管支离破碎 我们依然是完整无缺的 好 那接下来这个我们就没时间说了 就是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讲 这个直观跟日常生的关系 好吧 我想我们今天这个 主要的正念或是作产 其实都是透过做 来训练我们止性的功夫 那你一旦有止性的功夫 你才有办法觉察 觉察自己的起心动 觉察外在的 这个纷扰现象的实相是什么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那今天不好意思让大家 这个等待 你们一些这个时间上的这个误会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等一下 等一下 视频